三十七星期 民進黨要進行初選電話民調 三月二六到三月三十 晚上六點到十點半 請給芳人盜告電話 接到民調電話 要聽完 說出為一支持 祝芳人 喜歡祝芳人 幸福拜託 感謝 感謝 現在時間十七點整 民主情形 自由論談 快樂聯播網共同學部哭音直播 以學部電風為出發點 你來說 大家來聽 歡迎收聽 快樂 心聲 哈囉 聽見朋友 大家好 這裡是快樂聯播網 時間是會報的9點 正在直播 快樂新生 好 在我們的快樂聯播網的頻道 還有官網當中 都能收聽到的直播 而且呢 如果說你有上網的朋友 喜歡看看直播的朋友 現在也有線上直播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是哪一位 然後呢 同時也可以 這個影音即時的一個收訊 真的就是一個科技的一個發明呢 帶給大家很多的一些方便性 不過呢 大家也因為這個科技有時候是 我們都會說喔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但是人性隨著時代的進步也變得越來越不一樣喔 大家可能都會喔 這個等於 自掃門前學喔 有時候呢 大家會感覺到說我們的社會呢 為什麼都沒有一些真善美的事物 或者是一些人物代表呢 其實是有的 只是呢 我們現在的媒體 在說我們自己啦 在說我們自己就是說 因為可能比較會有一些新山色的一些新聞 大家就會去追他的一個後面的一些喔 這個犯案的動機啦 或者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個社會事件等等的 讓大家每次就看到新聞喔 在看新聞的時候 你覺得說喔 我們所身處的環境 台灣這片土地好像大家都沒有未來 然後也不知道說 是不是應該要快樂開心的過生活 所以呢 我們快樂聯報班 在大台北地區 大台中地區 雲嘉南高高屏 還有離島的澎湖地區 我們在下午的時間 聽到很多政筆 我們來關心有關於 這個好人好事 我們要介紹我們的 所身處環境的真善美 給大家知道 來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今天你看到他覺得說很奇怪喔 這個平常在介紹 這位特別來賓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介紹說 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校長 唐彥博校長 校長你好 是 我們這家主持人佑倫 還有各位聽眾 大家好 好這個校長呢 每次說最佳主持人的時候 感覺 應該要說最佳男主角 沒有啦 最佳男主角 今天是唐彥博校長 那特別提到了說 這個校長呢 我看到抬頭的時候 我就想說 新北市表揚好人好事 運動協會的理事長 是 校長怎麼會變成好人好事表揚 這一個協會的這個理事長的呢 是 我想是一個鷹眼機會 當然在新北市好人好事運動協會 它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四年多 對 那其實它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 嗯哼 我們可以看到正如剛剛佑倫在提到 整個社會方面有溫馨如何 把這些好人好事 對 能夠推選出來 那這個單位 從成立到現在四年多 我都擔任 他們主要的這個好人好事選拔 裡面的最佳的 等於是評審 評審 委員 那新北市推擠出來以後 再參加全國的競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選拔過程 我們就發現 社會上確實很多值得我們去加以 表揚出來的 嗯哼就等於說我們的社會 其實需要更多真善美的一個事物 呃其實很有人情味的人 事物真的很多 但因為媒體就會覺得說 那個可能沒有收視率收聽率 所以相對來說的話呢 大家可能會多報導的一個機率 就會少很多 因此呢像這個新北市的部分的話 聽說好像比台北市還要早成立 是這個新北市剛剛特別提到 已經有四年多 那台北市是今年正式成立 對當然台北市新商的理事長 他的企圖性也非常大 嗯哼 那我覺得我們在北台灣幾個主要各縣市 我們可以加強比之間的這個交流 也讓更多的這一些好的項目能夠推舉出來 所以他是有一個總會 然後有其他的分會就對了 是他他這個總會 真正其實追溯到民國47年 是到現在已經有60年了 對對對 到時這個先弄講公 他就開始推推動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總會大概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成立 對那每一年這個活動都非常盛大 是以前大概都有副總統的成績 做最後的一個全國性的表揚 對因為呢特別有上網看一下資料 就是說像這樣的一個表揚好人好事的運動協會 他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倡導好人好事 然後轉移社會的風氣嘛 另外還有蒐集一些行為的資料 報導一些表揚事項 還有對好人好事代表的一些講述的一些 等於鼓舞啦鼓勵 其實真的就是要讓大家能夠多知道 還有對歷任的好人好事代表他的一個聯誼服務事項 還有弘揚這個倫理的道德觀 以及推行國民的心理建設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像現代人的這個心情很容易因為壓力大而受到影響 我們有時候看到很多的一些 社會上發生的紛紛擾擾 或者是說我們聽到很多政敵的事情 大家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邊耳語我差 那我會覺得說像一般的民眾啊 其實他如果沒有一些這個特別的專研跟判斷的話呢 他們生活的其實都很辛苦 然後就會覺得說台灣的前途到底在哪邊 因此呢 讓大家看到一些好人好事 還真的是讓大家可以覺得說 至少我們所身處的環境 大多數的人 絕大多數的人 他都是非常OK的 是 我想我們台灣能夠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 在國際上 或是在臨近的亞洲國家 我們不管是從遺跡的城市 對 或是從旅遊方面都發現到台灣人特別 是 有人情味 對 那我們人跟人之間的相互的互動 對 其實是值得讓人家感覺敬佩 可是正如主政所講的 因為政治的理念不一樣 對 我們社會比較多元的發展 導致現在對於人情跟這個基本的傳統的 不管是這個四位八德的部分 對 越來越不重視 對 那我覺得這一塊在我們國人方面 應該加以去勉勵跟激化的部分 不管是從交易也好 從社會層面或從家庭交易 對 這一點我們是希望能夠善進 這樣的一個努力的工作 對 提到這個教育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說一下本業了 是 因為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校長 所以在這部分來說的話 在學校當中 這個校長有特別針對於可能同學的一些品性 或者是說他們的一些學習的一些基本態度 有沒有特別去加強 因為我們知道說 像現在很多年輕的學生 可能從很早很早 我們那個年代就已經喊那個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對 然後呢 但是到現在這些學生的話呢 哇他們越來越有主見了 是 那像校長接觸到的學生 大概都會是什麼樣類型的 然後在學校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都會特別去加強一些道德公民的一些訓練呢 我想我要特別表達 因為我經歷過三所大學當校長 我每經歷過一所裡面 我都特別會去關心到 所謂的弱勢學生 或是這個 比較屬於社會希望我們關懷的例子 譬如我在前面一所學校在玉達科技大學 當時我們就設立一個愛心基金 對 而且一個專線叫8858 嗯哼 幫幫我吧 幫幫我吧 那我現在服務這個學校 台北海航科技大學 對 我剛來之前 我參加一個學生 學生會他們舉辦的活動 非常非常不錯 他也是把愛心能夠是送到社會關懷的部分 對 那他們因此做跳展市場集資方面 把所得的意脈要兼注給社會方面的部分 再過來我們在明天3月21號 我們跟聯合醫院 跟台北市的這個 包括神龍宮 我們派了大概100位的學生跟老師 我們要對這些獨居老人 或是比較年長的這個部分 我們重新社會關懷 因為台北市現在在推一個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們跟聯合醫院方面 在做所謂的國際慈悲關懷 13日 那4月6號正式由科市長 正式會掛牌 那我也跟聯合醫院建議說 以後台北市就定為4月6號 對 為國際慈悲關懷日 是 那4月6號全市為四四如意 是 六六大順 四加六方面 對 會做一個所謂實前失眠 對 所以明天我們對老人方面 我們的關懷 就會有一個送福袋 對 福袋裡面包括有經過加持的 哦 護身符 是 包括他養生的 寶平安 寶平安 對 還有五福方面 所以裡面有五福的東西 那我們學校也是現在全國大專業校 157所裡面 我們在身心上 上海的學生人數最多 對 我們有364位 嗯哼 那教育部也在推 如何照顧這些弱勢學生 所以我們每一年大概至少有400萬 對 能夠益助在學生照顧他們 是 那包括我們3月24號這個禮拜六 對 我們就有一個所謂的 呃 愛心募款的餐會 對 我們希望集社會方面的更多的力量 能夠益助到 嗯 這些需要照顧的學生 對 從他的升學 從他考證照 從他的取機方面 我們全面的照顧 是 因此我當時接新北市好人好市這樣的一個運動協會 我希望我們從學校為出發點 對 能夠擴及到更多的一些希望照顧的層面 對 那也把一些長期在對於社會這一塊默默耕耘的人 我們試著把它表揚 嗯哼 然後讓計畫更多的一些潛在的愛心出來 對 像校長呢 齁 理事長呢 他就是一位非常有愛心的人 雙北他都服務 然後呢 當台北市也想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喔 社會關懷的一些例子喔 或者是一些方法建議喔 那新北市呢 當然也有顧慮到喔 新北市像現在的話是理事長 那台北市下一次要不要同步一起當理事長 其實我也當過中華國際人文素質文教協會的理事長 對 那我當時就舉辦全國方面的網路票選 嗯哼 油品的對 企業家喔 那辦的兩屆影響的層面非常大 嗯哼 我就是從第一個我們企業方面如何善盡他企業的責任 對 那把經濟部每年有選拔盤石獎的企業 能夠透過網路方面 嗯哼 把他們在社會的形象 油品的交易方面 對 讓更多來透過票選 是 那當時經濟部中小企業出也很支持喔 所以我不僅是在地方的在全國方面的層面 嗯哼 其實我每一次都有一些創新的作為 對 那這個也是呃 教育本質的一個蠻重要的理念 對 就等於是說呢 呃 校長呢 他真的就是創意無限喔 而且呢 等於呢 是不管 到了多麼資深喔 不敢說年紀大 哈哈哈 然後呢 都是一直在學習 同時一直在想說怎麼樣呢 可以讓學校進步 也讓我們的社會的一個環境可以變得更好喔 像是校長呢 他有時候這個呃 在學校當中要率領師生嘛 所以呢 呃 不管是學生需要會的喔 像是因為到了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所以呢 呃 去了解校長呢 他自己也去學習了 基本的一些齁 這個專業的才能 對不對 是 那個我們也一直希望能夠 對於學生能夠會CPR 嗯哼 那CPR跟呃 這個所謂的呃 這個相對的呃 呃 對於老人方面或家人方面 對 他可以有急救 嗯哼 對 那跟AED方面的情況 嗯哼 所以這一點就培養他自身的能力 是 那教育方面一定 我們在校園裡面就營造一個溫馨友善的校園 對 我來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我們每一個學期的開學 是 我們推動友善溫馨校園 對 全校方面歡迎學生到校的時候 那樣的一個夹道翻覆 然後從一開始 有一些同學比較屬於內向的不容易 真的 到這幾年當中 我們真的感覺這個氛圍越來越好 沒有那個學長跟學姐要好好的照顧一下 是是是是 大家想說 哦好害怕哦 等下去會不會受到什麼樣的一個新生訓練 但其實是沒有的啦 對對對 反而是熱情的歡迎 這樣子 所以有不少學校他們有所謂的三好 對 那這個新北市好人好事 這個表揚運動學會裡面 我們也談到三好再加一好 嗯 那所謂的這個我們平時就是要說好話 是 那要存好心 對 同時要做好事 對 要當好人 都好難哦 對 這個各位只要有心哦 處處都有這個機會 是 那我要特別表達一下 因為我也長久接觸不同的宗教方面 嗯哼 那宗教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次災難 對 不管慈濟法古山這一些 是 我們都可以看到 那同時像創架學會 創架學會它是屬於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它在全世界大概有一百九十幾個 嗯哼 這些國家跟地區 對 創架學會的會員大概有二十幾萬人 那 他這個學會裡面 我有接觸 那我非常敬佩 對 因為他們也一直強調 他們的這個目前國際創架學會的會長 叫磁田大作先生 是 他一直強調品德交易 嗯哼 同時對環境方面的這個部分 他也很重視 嗯哼 所以他在談交易裡面 是他一生最大的貢獻 對 他就希望培養三種人 我第一個就是智慧之人 嗯哼 我們可以看到知識跟智慧是有差異的 對 我們今天假如所學用到科技 但是用到戰爭方面的話 嗯哼 變成人類方面的一個災害 對 所以我們要用我們的智慧方面 去做一個 往善的地方去發展 是 因為第二部分他希望變成一個勇敢之人 對 也就是不分性別 不分種族方面的部分 有希望我們前往去給他們 啊 把苦以樂 這我們就勇敢 最後他要成為一個慈悲之人 對 我想慈悲之人就是我們在推這樣的情況是 能夠將心比心設地而處的時候 對 所以他們創架學會在日本方面光是聖教新聞 每一天發行的分數大概四五百萬份 哇 所以他影響的面向非常大 對 大概獲得我們內政部方面跟教育部方面 已經超過這個將近二十年方面 表演為基歐團體 所以我想在社會上 我們台灣很多不同的團體方面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夠行善 對 真的就是說我們在台灣有很多的一些 呃 行善的團體有像 又人曾經也訪問過這個 台灣寶島義工行善團 他們是在幫別人蓋房子 讓很多的一些貧苦的一些家庭 他們可能先前受到一些地震風災啊 所以啊 或者是家境貧苦的 他們生活環境真的很差的 是 他們呢就會排一個優先順序 而且呢這些的這個等於義工們 都是利用自己的那個週休假期 而且出錢出力啊 在短時間可能短短的兩個禮拜 就把房子給蓋起來 讓呢很多的朋友他可以喔 本來是居無定所的 但後來他是有一個溫暖的家的喔 他之後才可以說去做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 他才有動力 畢竟呢喔 家是最溫暖的地方喔 在台灣就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一些 人事物都一直在發生 可是呢就是說他真的就是缺乏很多人的一些表揚跟注意 所以呢才會特別今天邀請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唐彥博校長呢 因為呢他這個普當選 這個等於新北市的好人好事表揚運動協會的這個理事長 剛剛私底下還在問那個校長說 呃因為我有看這個張誠喔 一般來說是要當理事之後 理事互相推選才可以當理事長 聽說那個校長你沒做過理事啊 哈哈哈 我想這個川會會長張超賢喔 跟現在吳文博他們都是很愛我 包括既有著一些好朋友 對 那他們這個讓我有機會喔 一方面追隨他們的步伐 二方面也讓我能夠發揮更大一些影響力 是 能夠引進更多一些好朋友 對 包括副秘書長喔 這個家君 對 他也讓我接種 那他一期之間也招了一些好朋友喔 對 能夠來共同投入這樣的一個有益的 對 就是大家要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喔 等於說呢 加入這樣的一個會員 呃就是從自己本身的能力自己去做考量喔 但是呢就是微小的力量匯集在一起 它是變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可以幫助別人的一個力量 而且那樣子的一個建設呢 是讓我們的社會會更加的圓滿的喔 我們在下個段落的時候 我們要來問問這個校長喔 兼理事長 是是是 來問問看說 因為他往年喔 都是當這個評審 一般的話 呃優秀的 而且有愛心的人真的非常多 是 那在評選的過程當中啊 有沒有讓自己覺得印象很深刻 或者是說標準到底在什麼地方 是是是是是 我們在下個段落的時候 再來和我們的唐彥博校長好好的聊 我們今天呢 邀請到唐彥博校長來和大家喔 從這個新北市表揚好人好市運動協會 看見台灣人事物質真善美 天下沒有醜女人只有藍女人 你為何考成像包青天 雷神我也想要醜小鴨變天鵝 推薦您最佳的臉部縮食防氧生品 蚕絲面膜皂 洗臉敷臉只要三分鐘 這是聰明美人的秘密武器喔 畢合薄風脆卵殼膜蚕絲面膜皂 讓您肌膚光滑如絲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 092 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地震趕快DCH趴眼穩 好Drop趴下Power掩護Hold down穩住 地震有的好厲害 還好學校招我們就地掩蔽 不能馬上往外跑 因為地震強烈搖晃時 要跑出去很困難 而且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傷 所以遇到地震時 趴下掩護穩住 先保護自己 等地震結束再想辦法逃出去 地震發生時 先想避難再想疏散 先救自己再幫他人 以上廣告 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 有衛生廣告 由衛生福利部提供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HAPPY RADIO 哇這個音控怎麼沒有唱HAPPY RADIO 因為有時候呢 聽到HAPPY RADIO 心情就會變好 就會說好話 然後就會做好事 就會存好心了 還少一個什麼 做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四個 雖然說得很簡單 但是要做到很難 我承認有時候我自己沒有存好心 有個念頭散過去 好那個好像烏鴉一樣 在啊啊 散過去 就是說 好我們的音控很配合 就在笑了齁 因為真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普通人 大家真的就是說 在生活環境當中 你一定會有不開心的 人事物會出現在你的周圍 但其實 如果太過於介意或太過難過 或太過生氣 都後來其實受傷的都還是自己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 也有人方面的這種心態 我非常非常敬佩 跟認同 我想一個人要發揮他正面的能量 盡量去思考一個人的好處 對 尤其長久相處的時候 只要一直看到他的缺點 你自己也會感覺難過 對 每天其實你多去關心一些細微的東西 你發現我們台灣社會 還處處真的有溫馨的一面 對 尤其像自己做這個社會關懷的節目 曾經做過這個一系列 然後呢 上山下海 可以去的地方大概都去了 山上海邊 然後呢 或者是偏鄉等等的 各種議題都做過了 就會發現到說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是在幫助這些 我們都會稱他們為弱勢啦 或者是說可能 他們是有這個身心障礙的啦 這些比較負面的一些用詞譴詞喔 但每次在這個很辛苦的採訪完之後 都說我不想再去採訪了 因為好遠喔 但是就像說 呃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他們就號召學生去做這樣的一個 行善的一舉在台北市 好 雖然很近 但是要匯集這些學生 也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喔 那我相信這些學生 都會跟右輪一樣 呃 當他們在做完這些行善的一些工作的時候 自己會覺得是行善 但是最後獲得最多的是自己 因為呢 有時候呢 在人生當中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啊 呃 真的像是跌落到谷底 但是呢 你會想到說 欸 其實有人 他過得更辛苦 但他每天都還是很開心的 去面對一切 有些人甚至他是很貧困的家庭 他還會一塊一塊的節省下來那個錢 一百兩百的捐給其他人耶 對 我們可以看到從世界上來看 包括美國 很多是到事業有成的時候 才去從事這樣的一個愛心工作 而且年齡層相對高的 比年齡層低的 他捐得多 對 因為他希望留給世人方面一個好名聲 好名聲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有一些人他是默默的行善 不管剛剛有人講的這一些行善團 包括這個有幾個在生活貧困之下 對 他還是省失減用 對 或挹注到更多社會上 那這個就是我們需要表揚的 對 我們其實在關注的不同幾個類型 一個就是你默默更言 你是長久性的 而不是一次性的 對 假如一次性那個部分大概是談話一現 對 但是看一個人不在乎他付出的金額多少 而是在看他內在這一份的善心 對 這個我覺得最難能可貴 因為我看這個網站上面 有這個可能曾經頒獎過的一些例子 像自己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有一位新北市的一個 等於說他是公務人員 他其實就是行善了很久 40年的時間還是怎麼樣 後來他就是辭職了 對 結果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了 在這個行善的一個工作 他後來又回歸去工作 他的薪資是拿出來的 他是為了要再捐錢然後去工作的 我想說 哇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愛的力量 可以讓他這麼樣的堅持下去 而且是把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掏出來 這樣子 我也看到勤國性的表揚 對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國外方面的傳教士 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 他們當時到台灣來都選擇比較拼音的地方 比如說花蓮 台東方面 是 那他到台灣以後 當時今年方面的表揚大會 全台灣的 他精通幾個不同的語言 對 包括我們台語方面 台語 包括不同的原住民方面的語言 那英文他是他 他的母語 母語方面 那在致詞的裡面我非常非常感動 也就是他完全融入到我們台灣 各個不同最底層最辛苦這樣 把他這一份愛心能夠輸出給這樣 那我真的當時就非常非常感動 對 那正如你剛剛講 那四十幾年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他一直把他的小愛化成大愛 嗯哼 他希望在人生有一些過程當中 我個人的體驗 就是他在心路歷程裡面 都有一些深刻方面的體驗 對 有一些人也許他經過一個可能生死的關頭 他獲得重生的時候 他更懂得珍惜這樣的生命的意義 嗯哼 所以呢就是我們要活在當下 有時候呢 真的要感恩這世界上所有所有的一些人事物 呃 又人都會以自己為例子 是是是 因為其實像自己的家庭 呃 爸爸媽媽都還蠻好的 為什麼我們要講比較感性化的時候 陰空就特別在看我呢 害我就不能夠感性一點點這樣子 是 那其實就是說 呃 在這個愛的環境長大的一個孩子呢 呃 你怎麼可以做這個 噔的音效呢 好 好 這個其實呢 呃 像因為呃 自己很幸福是在有這個父母親愛的一個環境下長大 所以呢 呃 當自己成長的過程當中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會比較樂觀的去面對很多生活當中的一切的考驗 但還是有很多很多難過的一些事情啦 是 那呃 至少他能夠轉個念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說什麼最快呢 轉念最快 他不容易轉 就是要看你要不要轉 但是真的很難喔 對 所以呢 有時候呢呃 我覺得跟像校長聊天的話呢 也是一種人生經驗的一個學習喔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就可以呢 去學習到很多的哲理喔 就像說呃 同學們如果說呃 或者是家長們 大家有聽我們的節目的家長 我們要年長的家長喔 大家會覺得說我們的社會太多的意識形態了 然後呢我們真的都很尊重大家自己有什麼樣的一些 如果政治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不管你是什麼顏色的 你是彩色的 或者是說你是綠色藍色的都沒有關係 但是彼此互相的一個尊重還有和諧的相處很重要 我相信這也是喔這個新北市好人好事 他們在表揚的一個過程當中 除了要把呃 除雷拔萃的人給推選出來 更重要的就是希望說我們的台灣台灣很少 然後大家真的能夠和平相處 不要就是說為了一些的個人私利在爭執當中喔 我想這個又人講的這個 其實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去看喔 家庭 學校 社會 哪怕國家方面 對 我們有看到一些 也許父母親對子女方面的苛責 嗯哼 要求 甚至造成不幸的事件 對 前段時間 台北市也發生 國中方面的這個 對 意外的災害 也就是說 我們在人跟人之間相處的時候 不管是父母對子女方面 我們有時候先順勢而為 對 曾經有一個也是這個家長的 他跟他小朋友方面 他小朋友在玩電腦 對 把那個插頭拔掉 喔 家庭也知道 因為可能就是那個 呃 小孩可能講不聽 然後還是繼續一直在玩 然後呃 可能家長這時候就會抓狂了 所以他把那個切除掉以後 是 網路線方面 呃這個不讓他有上網機會 嗯哼 父子之間呃 簡直是絕累 對 這個將近三個多月 回到家 三個多月 小朋友也不看 這個認為這個是他爸爸 後來爸爸自己自我檢討 他就再把網路線給接回去 是 從此這個關係比較良好一點 呵呵呵 所以這個就是當呃 我前段時間也跟呃 台北市交易局曾局長 對 在分析當時呃 這個台北市有一個親身的國中的學生 嗯哼 他也是在提到就是說 有時候小朋友假如逆完某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許不要去強類的 對 去苛責他或馬上制止 嗯哼 也許稍微能夠啊 緩衝一下 對 那這個社會上或家庭方面的一些悲劇 就不會產生 嗯哼 那同樣的不容否認 在不同的人有各自的一個主張 那我們相互的尊重 對 傾聽 對 對話 嗯哼 對我們可以看到北韓 跟美國方面的 他原來是一觸即化的戰爭的這樣情況 嗯哼 突然是喔 峰匯入轉 馬上要展開另外一個對話 姑且不談對話 背面所隱藏的動機如何是未來的情況 可是在這個階段 對我們整個亞太地區是一個走向和平的一個方向 對 不然的話 一發生什麼戰爭的話 波及到的國家真的還蠻多的 是是是 我們也都很害怕 所以呢 呃我相信每個人他都有生氣 或者是喔 這個可能有一些想要這個挑皮搗蛋的一些壞念頭都會出現啦 但呢我們就必須要靠自己的人生的智慧喔 好好的呢去把它克制喔 因為呢畢竟就是說嗯 人生當中有很多的一些惡魔 他可能會侵襲著你喔 你自己是不是能夠穩定下來 你自己是不是能夠朝向陽光的一面呢去走呢 真的就是好自己人生當中必須要做的功課 而且每個人要做的人生功課還真的不一樣喔 而且在你在什麼身份 呃有時候你可能是孩子 然後你可能就是責任就是要好好的讀書 然後可能是要學友專精 這個可能叫問校長 哈哈哈 我想以前我們家一直在談到說要為精師跟人師 對 那現在過度強調精師 嗯哼 尤其對小朋友科者一定要練到名校或怎麼樣 對 那往往在他人格教育方面就沒有去留意到 以前我們都會喔 就是說喔 不管怎麼樣就要以先選國立的為主 那呃 如果說國立的大學沒有的話就去喔 選擇那個可能就是國立的科技大學 是是是 科大好像都是喔 跟普通的一些大學可能還是擺在後面的 是 大家可能在選擇上面的話就會喔 想要說國立的最重要啦齁 然後私立的齁 呃 大家也不會考慮到他辦學是不是很好 很好的話他還是把他放在後面 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個就是剛剛又人所講的轉念 嗯哼 我想小孩不管是就讀哪一所學校 對 公立私立各有他發揮的空間 是 但是如何讓他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對 那這有用在教學過程當中 我一直剛剛特別強調 我們老師自己要把自己變成一個良師 對 你良師才有辦法精師跟人師的部分 嗯哼 所以我在服務的學校 我一直在強調 讓學生展現他的自信力 對 那有了自信力以後 你在社會上就會變成一個領導的階層 嗯哼 那你人跟人之間相處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重大的企業 他責人的最主要 第一個 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是 跟他的積極方面 努力向上的情況 對 第三才是他的專業的情形 是 所以這個是我們家長過程當中 我們可能要特別留意的 對 那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呼籲的地方 嗯 所以呢這個 如果說 現在在的 受聽快樂行車的這個家長啊 都可以把那個孩子交給唐校長 由唐校長來負責 如果說你的孩子正在那個叛逆期當中 講都講不聽 有的這個家長呢 他可能都是會比較軍事化的教育 這個時候呢 好像好難喔 他會更加的叛逆 然後更加的不聽話 他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這個時候就是要考驗家長的智慧 當然老師的一些關心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像校長就一直特別強調說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部分 對於品性啊 操守的一些部分 然後是很重視的 同時 對於同學們 可能參加社團 做一些可能就是散播歡樂 散播愛的一些服務 其實也是非常支持的 我想這個 一直是我 不管從事教育裡面 我非常非常重視 跟校園營造了溫馨的校園 所以在我們需要 大概各位有機會來給我們知道 參訪的時候 我在路上學生會有主動跟我打招呼 對 這個就是我們一頂一滴營造的 因為校長太和顏悅色了 然後感覺就是好人 沒有沒有 我對於我們統領也一直在鼓勵 跟直接的要求 我想一方面我們是講求效力 對學生的要求我們可以直接去回應 對 以學生為本 第二讓他有展現他的才華的空間 對 因為大學裡面其實有兩條生命線 一個是圖書館 一個是社團 那圖書館就是你的專業領域 對 社團方面就是培養你領導統一 跟人際關係 所以物以類聚 對 我們應該有一些好朋友 自同道合的 你就會發現當你內心有一些挫折的話 這些好朋友相聚的時候 就會比較有正向的發展 對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不斷在營造的地方 是 我相信校長一定看海看很多 所以他的心想開闊 像海一樣那麼的寬闊 然後呢 真的就是藉由自己的一些能力 校長真的就是 他是斯里科大的理事長 是 然後呢 要負責很多學校之間的一些聯繫 或者是說有很多的一些 像現在少子化的一些問題 就必須要先當領頭羊 去跟很多的教育單位來做反應 這個其實都是很冒險的一些 這個動作 但是呢 都是為了很多的欣欣學子在著想 我就是希望說 我們的孩子能夠能在一個非常好的環境下 跟制度下 接受教育成長 還有壯大 另外的話呢 現在又當了新北市好人好事的一個表揚 運動協會的這個等於理事長的一個職務 大家又賦予你這麼多的重責大任 接下來還要再接別的工作 其實我現在也是文化大學校總會的總會長 對 這個文化大學校總會大概將近有25萬人 是 所以他包括全球的各分會 包括台灣除了馬祖之外 其他各縣市都有分會 對 那其實不管我擔任何的一個職務 我都抱著一個服務的心態 是 因為當你有這樣的一個服務的心態 你會結交更多的朋友 那在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到 其實人間是很有意思的 對 有不同的意見 有不同的一些主張 對 那我們就是讓它融合在一起 雖然我們都吃同樣的米啦 但是呢 因為環境的不同啊 每個人的那個個性觀念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可能會用生肖 用星座去做區隔 但有這麼容易嗎 沒有的齁 其實因為很多的一些環境的不同 所以呢 可能父母親的教育啦 還有整個 整個接觸的一些人事物的一些不同 所以呢 每個人都是最獨特的 然後呢 大家 最要保留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每個人心中就一定要有愛 只要有愛的話 你每天就可以過得很快樂 五點過三十八分 加喜快樂的聯邦邦 今天還做喜快樂 新生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的是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的唐彥博校長 同時呢 他也是理事長 因為我們今天特別是從這個 新北市的好人好事運動表揚協會的這個 來看台灣人事物之美好 這個現在是我們所必須一定要用心去體會的 因為我們太多的紛紛擾擾 讓我們所身處的環境都覺得有點無煙瘴氣 尤其今年2018年又是一個選舉年 大家呢 就是還小心平氣和選賢語能是很重要的 在下個段落的時候 剛剛我們都還沒有講說 這個像校長呢 他擔任評審的時候 他的基準都是在什麼地方 因為呢 自己在網路上面有看到 哇好多感動人心的一些範例跟故事喔 其實都很值得跟大家一起來做分享的喔 好的菌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菌讓您病奄奄 民宿清掛糖液菌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鹽血是一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排便炫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民宿清寡糖液菌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092-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 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每天做工時間長 都靠吃粉比較有精神 一家就十五年 改粉全山的鼓勵和建議 讓我相信我有靈力改粉 沒吃粉後 感覺體肋比以前更好 現在我連病人也改了 吃粉比較有精神 那是變自己的啦 政府補助全台灣 在四成縣的醫療飲食 有救做快婚活部 要回快婚轉山 空白空空63-63-63 以上公共有衛生好理部 顧面健康素提供 到體育女的朋友 你感到有在善安排的需要 安用信託可以按照你的意思 替你給老闆做最好的安排 安用信託是最有溫度的在善託 可以將你打拼一輩子 省起來的勞運 用你最重要的地方 以上公共有金融感到 管理委員會提供 終於我們的音控就是唱了 但是你沒有開麥沒有用 大家聽不到 只有我聽得到 這個所以呢 有時候散播歡樂 可以唱給大家聽 這個也是行善 就代表說你是預行一善 讓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的 對 而且你個聲又這麼好聽 那我覺得在各行各業 而且不同身份的人 他們都在為很多的事情 在努力 其實像我們今天的跑馬登 大家就可以看到說本來來賓有兩位 但是有一位呢 他沒有上鏡頭 他就是呢 等於呢 應該算是 木炸高工的榮譽會長 就是蔡家軍 家軍姐 因為每次在從事 一些這個教育議題的時候呢 他都是這個 等於一馬當 當前 然後呢 就是馬上走最前面 好 然後呢 對於很多教育之事呢 他都是奉獻出很多的心力 我們記得了 他都是沒有任何的一些 這個利益上面的一些收穫的 但是呢 他為了很多的一些科大啦 或者是一些的高中職的一些同學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呢 這個也是好人好事 我們要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他沒有架著我的脖子 所以我說的是真的 他一定覺得說我後面多加了那一句話是不對的 這個我當然也非常同意佑人所講 我想能夠認識佑人 有一些好朋友都是加金幫忙介紹 對 也因為他願意付出 願意更多的貢獻 所以我在這個協會也敦請他 擔任傅秘書長的工作 其實跟他相處發現他真的無所求 他就是憑他一己之力 能夠照顧更多 那我一直在想說 人跟人之間就要相互的了解 那甚至有對外面不平的這些東西 我們就把它當作自自以度外 因為其實 每個人假如要活在 太在乎別人的一些想法 那活的絕對不是我們想要做的項目 對 因為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會受到全方位的一個歡迎的 是是是是 就連幼人也是很多人討厭 你可以看到我們上至總統 下至底下 有沒有各位 總統每一次在做民意調查 對 當然這個都有齊齊夫 那同樣校長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滿意 所以但是我們只要無愧於心 是 我們做眾人有利的事情 那我覺得我們一生當中 就很多值得我們感到欣慰的地方 對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做這個節目 在收音機旁或者是線上收聽的朋友 大家可以去學習一個地方 就是說 大家不要計較 然後呢 突然 你比較沒辦法 你的人的時候 我們就換個角度想法 就同理心 我覺得像現在台灣人最缺乏的就是同理心 沒錯 一地二楚 對就是你換個角度 站在對方的位置想 呃 他為什麼這樣做 或許你就會比較能夠過得去 而且是能夠一笑置之的 而且你的心胸就會變得更加開闊的 是 所以剛剛誘人一開始我們在前面探討 如何說好話 對 存好心 這個就是這樣 能夠用同理心的角度 對 因為每一個人不肯食卷食美 那我們在欣賞一個人的時候 就從他的優點方面去 對 那你就會出自一面的行為去肯定這個人 去讚美這個人 對 那跟他在相處互動過程當中 那我們就相對 但是也不一定說 你一方面的這樣肯定 對方也許不接受 那也沒關係 我們覺得處之淡然 對 那這樣從存好心說好事 然後再誘導他去做好事 對 緊接著當好人 對 這是有一個階段性跟循序漸進的 是 我自己在檢討 呃 用人在檢討自己 喔 說好話 我都會覺得職業病的關係 有時候 呃 比較會那個 也與別認一下 好這一點 我承認我沒有做得很好 沒有沒有 客氣 呃 存好心 我沒有害人之心 這個我有 然後 還有做好事 我每個月有捐錢 我有 最後還有什麼呢 說存好心做好事 然後說好話 當好人 當好人 我一直想要當好人 但別人如果不覺得我是好人 我們 我就 呃 沒有辦法 對 呃 呃 我剛剛也特別跟這個 呃 這個 呃 特別 敦情 我們現在有機會聘他為榮譽故人 喔 這個太太太太太 因為從他的一個 呃 這個社會媒體的角度 到時候幫我們去做一些好的這個宣導 那同時也給我們知道喔 我就在過世 剛剛在訪談過程當中 嗯 以往大概對這些表昂的人 比較屬於網路方面的 對 那我們假如啊 對每一個得獎的人 喔 我們自己現在 video拍攝非常方便 是 我們讓他可以簡短的分享以後 擺在我們網路上 對 那每一者方面 我們在把它集成成策的時候 嗯哼 讓更多的喔 從學校交易 從家庭交易 對 更可以散播這樣愛的光芒 尤其像很多學生現在都喜歡上網 是 然後在網路上面 他的一個傳播的一個速度 才會更大的一個快速 嗯 同時如果可以再加點創意 讓吸引同學去留意 對 對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把它做一個個案 對 對 對 本身幼倫他這個 有幾次我接受他這種反應 他是非常非常用心 然後對每個議題方面 可以深入了解 深入淺出 尤其語帶幽默 那個校長真的是做好人 說好話 我好感動 我好想哭喔 趕快放哭的那個音效 好啦沒有啦 其實真的也是很佩服校長 因為呢 呃當一個學校的校長已經很辛苦了 可是呢 還堅任了這麼多的不同的身份喔 就會覺得說能者多勞 校長你都不覺得很累喔 我第一個 這個禮拜一到禮拜五是從事學校方面的工作 對 假日方面就是從事以社會服務的工作 那家人怎麼辦 那家人方面就是以善 出發化小愛為大愛的部分喔 因為畢竟小孩也大了 對啦 小孩為小孩也大了 嗯哼 因為博士畢業的部分喔 校長你不是走四十歲嗎 感謝你今天又說好話 又說好話 春好心好不好 可以當主婦局 其實喔 我們就講到說剛剛怎麼樣在這個 評選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要 因為他必須要以招工信嘛 對 我想這邊喔 這個前兩任的理事長 從創會到第三任第四任 對 其實他們選擇了領選委員會的代表 嗯哼 是相對有他的代表性 是 比如我都是以教育團體方面代表 對 然後有政府派的 因為這個活動也獲得新北市喔 對 大力的支持 社會級方面 對 因為表揚在最近這幾天都是在新北市政府 對 那也獲得預言方面 他們的一個經費的意圖喔 對 所以從教育方面 從新北市推派的三位 代表方面 然後再加上我們社會公正人士 是 組成這樣的領選委 對 而且彼此之間不互相影響 嗯哼 他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先出審 對 第二方面副審 對 副審要做家訪的工作 嗯哼 比如到說誘人方面 你被推擠出來 那你推擠的單位 會塑實地方面去做查法 對 然後再過來 就是最後決選 是 我大概都參與決選 把這些訪談方面的部分 嗯 總統教育獎也是一樣 我當過兩届 對 總統教育獎的副審委員 所以 他的整個程序相對的是 非常嚴謹 嚴謹的 那他推薦的單位是 各個任何團體方面都可以推薦 是 所以他選拔涵蓋面 就相對很廣 嗯 會是侷限在某一個領域裡面 對 好這個 我們是全國聯播的節目 但因為 這是新北市的部分 所以說呢 在新北市的朋友 如果說你有發現說你周圍啊 有很多的默默行善的朋友 真的就是說 可以讓大家看見到他們的努力 而且他們的大愛 那其他縣市其實也有這樣的一個分會 所以呢 也是可以多多去注意的 有時候呢 真的就是說 讓我們的社會多點愛 多點 不是那種就是 每天看到新聞就是在吵架啦 不然就是在立法院打架啦 真的就是這些新聞 讓很多人都受到了一些心情上面的影響 現在人壓力真的很大 整個大環境經濟狀況呢 也都不是那麼的OK喔 所以呢我們是都可以 多聽一些好的事情 然後呢去多挖掘 自己去發現美好的人事物 相信你每天就會過得很快樂 你就不會覺得說自己 用用用用用 不知道到底在忙些什麼啦 因為像現代人很多人 都會去看一些的精神科啊 或者是 然後就是因為壓力太大的關係 那像這樣子 嚴格推選出來的 他的表揚的一個時間大概都是在 11月份嗎 還是 我們大概第一個 因為剛剛有初審 副審 決審 所以時間相對 大概會比較長一點 對 那我也特別跟各位聽眾 假如你們有新北市的這一線 當然其他縣市大概有 目前總會裡面大概18個縣市 對 有 也可以透過誘人這邊快樂聯播網 到時候我們會行為 給各個不同的民間團體 是 包括政府方面的話 可以予以推薦 對 那我們真的會好好的筛選 對 然後予以表揚 對 那這個部分大概每一年大概都以這樣的時間為主 對 所以呢就是 到時候呢 像 在去年的表揚的時候 是新北市長朱立倫市長嘛 就特別來這個受政 然後同時表揚這些好人好事喔 所以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說 新北市政府喔 對於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一個重視喔 同時呢 呃他的頒獎典禮也是在新北市政府的 這個等於他的一個 呃會議廳喔 非常一個 融重的一個場合當中啦 因此呢 我們真的也是希望說這些的好人 好事是能夠被挖掘出來的 讓我們的社會呢是更加和諧的喔 那呃 最後我們可能就是說 我們要請校長來告訴我們了喔 因為在不同的年齡層當中啊 其實都有應當要負的責任 還有要做的事 像 爸爸媽媽可能 他又是在職場上面要工作 他又有孩子要照顧喔 所以呢 可能 跟孩子之間的相處的時間不是這麼的多 尤其像說 如果去讀這個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他們都已經喔大概十七八歲以上了啦 有的甚至可能二十歲了齁喔 他們跟家人之間的有些感情是比較疏離的 如果又是住校的話喔 或者是住校外的話喔 那其實親子之間的一個相處啊 你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特別報告 我們學校因為學智比較多元 對 我們有五專聖 是 那五专的部分相对相对于高职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领域家长他们特别关心 我在新生举办座谈会的时候出席率就相对高 那我们五专方面特别会要求他品格交易的情况 那我也组成了棒球队 那棒球队光是从五专的学生去跟大学打 我们在大专遗嘱方面表现还极为优异 拿到第二名 社区方面我们拿到第一名 那这些家长其实跟学生共同的成长 他们不仅是学生哪怕在日本方面 说这样的培训他们也跟着过去 那我们学校他们前段时间在台中比赛 我们有一些相对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从五专生的家长互动相对比较多 那到四季大学这个阶段 学生制止性叛逆就比较强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三级导师 从班级导师系轮到学务处的部分 哪怕你住在外面 我们也会有家访的一个情况 住外面还有家访 我们第一个了解 这个是透过导师方面 完全是了解他的情况 因为毕竟父母亲也希望小孩在学校受教期间 那他上课的情况 假如有一些异常的情形 我们也会适度有一些疫情的制度跟辅导的机制 那我们的有一些网路方面也可以看到学生的浮动情况 那对当然现在离异的学生相对比以前的多 那有一些情绪方面不稳的 或有一些优异症这些学生 我们也会高度的关怀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单亲 所以说在一个班级上面 大家可能也都已经是这个 等于是说见怪不怪了 因为像现在台湾的离婚率这么高 但同学们的一些这个心情 我们都还是要顾到这样子 那因此我刚刚也提到 我们在营造温馨的校园 我每一年重大的节庆的时候 不管端午节中秋节这一些 我们都是有一些举办校园这样的活动 让他们感觉是有家的感觉 以校为家 是真的 然后感觉到说 老师也是好人好事 老师也是等于 这个除了要想这个每年不同的一些新的教材来教导学生 同时尤其是导师的部分 更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关心 你班上的一些同学 他是不是有哪些的异状 同时真的要跟同学当朋友一样 这个相互的一个交流 像爸爸妈妈可能也不要觉得说 自己是最大的 有时候呢 回到家可能就是大骂特骂的 有时候跟孩子当朋友 其实就能够彼此的心更加贴近在一起 对不对 好最后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呢 校长 我想任何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 而我们发扬人生方面光明的一面 对 展开文明的对话 让这个社会更充满的和谐 有小确信的存在 我们也相信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好人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 就是唐彦博校长的率领之下 新北市表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呢 他的这个发展 他的托迹率可以更大 然后影响到全台湾 谢谢校长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听众 谢谢又人 谢谢 我是张风云 新增五个泰山压口区的市员张风云 三月二六到三月三十 这礼拜 民进党要进行 策算电话民调 三月二六到三月三十 晚上六点到十点半 请给风云导告电话 接到民调电话 要听完 说出为他支持张风云 市员张风云 先睡拜托 感谢 感谢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说什么 原来是发生火灾了 火灾逃生分秒必争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免配电线 安装方便 容易购买 价格便宜 在睡梦中保护你的安全 亲爱的 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反乔要改变 要选十一佑 房居要比较好 爱酸九一油 十一佑一直在房居 不要离开过 十一佑最了解房居人的索要 拜托这个电话民调 尤以支持十一佑 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医师黄聪宁 你听过什么叫做三手烟吗 吸烟之后 有毒物质会残留在你的衣服 沙发玩具 长达半年以上 三手烟可能会引发儿童气喘 过敏 异味性皮肤炎 甚至影响大脑发育 让我们一起拒绝三手烟 从戒烟开始 戒烟专线 以上广告由 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房居九一油 我是板桥十一佑 房居要比较好 一定会记起十一佑 十一佑小柚子 在这里困求大家 接着电话民调 拜托 为你记起十一佑 十一佑小柚子 广物结长更要精打细算 双倍定期票 替您省很多省更大 双倍定期票可在有效期间内 不论是台北捷运 还是双倍公车 皆可无限次搭乘 台北市区U-Bag 也想前三十分钟免费哦 知情开放预告 四月十六号开通使用 双倍全区三十日定期票 让你搭到宝四处跑 一枪定期票 双倍任走票 大大审核包 以上广告是由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委会提供 快楼电波网 快楼狗狗瓶 九七点五 快楼 tahun家南 九二 degrees 快楼大台中 八九点五 快楼大台幂 八九点三 快楼华当 九八点三 快楼葵鹅 九六点七 快楼红虾 九一点三 快楼台湾 郑蔡普汉 快楼年报方 现在时间18点整 脸书已经聘用一间数位建设公司 雕渣欧修处理的总控 英国资料分析压价 建桥分析 最受到爆料 你的苏永家不敌情 还是没经过我们传的经营之下 苏永五千万名 脸书苏永家公安的国人资料 让脸书遵守着严重的配评 经过法新社的报道 脸书发表声明说 建设公司史卓佛里特贝克 将会将对建桥分析 典型专门的欺责 建桥分析已经同意 配合而且提供伺服器 跟系统进入途径 脸书标识 建桥大学减划苏永家各资 截取应用程式的心理学家 科干也同意合作 但是才不科干合作 而且为资料涉入 向媒体江南大数据分析专家 魏力 不完全配合 联书标识 有关国风已经向联书保证 这个案件 扣到的资料已经销毁 但是标识 也是这些资料 还存在 中的是严重违欢联书的政策 为配这些团体的信任 跟承诺 没法让人接受 脸书标识 科干公布策 苏永性格测试 结果 将资料 团阅2016年 协助川普 竟算的建桥分析 为传脸书 公布条款 美国每天 财经内幕报道 科干 跟俄罗斯建户 也有关系 美国亚利桑纳州 坦佩市 并封标识 有一名乎路 星期晚上 过买入的时候 不幸 请给一台测试中的Uber 主动驾驶车 弄死 这是第一次 主动驾驶车 弄死人的案件 Uber 现在已经宣布 减停 主动驾驶车的测试 价位 综合外国 每天不得 有一台Uber 主动驾驶车 你的亚利桑纳州测试 弄到那些东西 振在过买路的 49回虎路 赫兹伯格 这名虎路的卡达车 去弄到变形 受胸严重 不得 三个失望 测试用的Volvo XC90 休旅车的车头 也弄一个猫下去 经过报道几次 那些东西 主动驾驶车 中间虽然说有操作人员 但是依主动驾驶的方向来显示 Volvo公司也正式 公司车轮也介入这家的车盒当中 但是控制车轮的软体 并不是因公司完全出散 Uber 发言人 担对这件事宣布 已经担停 主动驾驶车 在美国 跟加拿大的测试计为 当时 用死者的驾驶 致爱 还有提供协驶车 并且 并且 会参与当局配合 了解 事情发生的原因 另外 美国联邦政府 也已经派人 正往调查 我才认为 这是全主动驾驶车 第一次 弄死人的案例 可能会影响到 主动驾驶车 你的美国 会提供价位 继续的关心 国内新闻 你的天气方面 中央企业教育义报 今日方面 渐渐通过台湾地区 全台湾有准备 还是绿备 局部地区 可能有担备 方面通过了后 冷气团南下 去我们